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瑞泽5已经上市了两三年的时间了 我们对这个车也并陌生 然后全新推出的EX是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可以说 在外观上跟爱瑞泽5区别不大 只有两三处比较细微的改动 首先就是前面这一块一个双C的造型 之前那是相对圆滑一点的 然后现在变得有点自治牙 稍微有一些那种比较凌厉的感觉 还有一处比较明显的变化在尾部 其实爱瑞泽5的倒车灯就在这个位置 但是只不过爱瑞泽EX加了一个这样的视条 把两端连起来 其实这样的手法一般是在做假的排气孔的时候用的 但是爱瑞泽EX然后把这个包起来 我觉得还是挺新颖的 然后现在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后备箱 这个架子大概是一米左右 然后可以把它完整的放在这里面 然后这还有个一拳走的余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 首先在这个级别里面已经算比较好的 其次对于一般的家用来说已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现在我们带大家到车内来看一看 如果说这个EX跟爱瑞泽5的外观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它一万元走的差价差在哪呢 就是它的内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这个方向盘的样式虽然跟以前的没有太大变化 就只有细微的调整 但是这个高配车型的真皮方向盘确实握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主要是它比较厚 有稍微有一种这种厚重的感觉 其次这个台子上面也采用了软质的材料 还有这些就是模仿这个缝线工艺的这种设计 并且像门板这些地方也进行了这个带缝线的皮质的覆盖 主要是它比较软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有的车型它也会在这上覆盖一些这个皮质的材料 但是摸写是完全是硬的 所以那就显然没有意义了 还有我知道大家一定要吐槽这个传统手刹了 其实电子手刹并没有多么高大上 只不过你用电子手刹只有一个键 你可以预留出更多的像这样的储物空间 但现在这个车来说呢 它已经就是常规的杯座 包括扶手箱啊 它这个空间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用这个也没有值得吐槽的 我的身高是1米84 前面是我调好的驾驶位 然后现在坐在这呢 腿部可以将将发下一拳 然后头发也是稍微点扫顶了 不过这个车整个并没有一个很严重的向下溜背的这个造型 所以前面这个视野通透感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至于配置嘛 这有空调出风口 然后有一个USB口 然后 一个常规的杯件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了 不过对于这个价位的车来说 我们还能奢望它还有什么呢 现在我们把这台Ariza EX开起来看 它的动态表现怎么样 首先啊有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它的仪表盘在时速120到140之间 还有3000到4000转之间 留有两段空隙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提醒大家超过120就是超速了 或者说是超过3000转是一个不太精气的转速 反正这样的操作我还真的是第一回见 挺有意思的 再来说说它的动力吧 它是1.5升自然吸气 搭载CVT变速器 同时还有五速手动变速器可以选择 我个人认为CVT变速箱是这个级别家用车里面 就是最完美的搭档了 因为它换到速度尽可能没有双离合 或者说是AT那么快 但是它是最平顺的选择 对于家用车来说 最平顺最可靠 难道不是最成效的吗 对吧 当然说它的动力 它的动力可能是它整个动态体验部分里面 相对比较弱的部分了 因为1.5升自然吸气 就我光说到这大家已经明白了 不过再想想它5万多的起售价 包括现在它们的顶配 它售价也就是8万2千多 所以我觉得又想到这个售价 我就觉得它的动力可能 也不是那么值得挑剔的地方 但是相比它的动力 它的刹车确实表现还是更好的 因为如果你这个价位 想选择合资的车型 比如说飞度或者是雪佛兰的赛欧 它们的后刹车绝对会提供一个古刹 但是如果你买自主品牌 像这台爱瑞泽的EX 它会提供盘刹 它前后盘刹在它的制动效果 包括距离 包括制动的脚感 都会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它表现挺好的一个方面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它的售价比爱瑞泽5高了1万 但是我觉得这1万花的还是比较值得的 因为从你这个乘坐的感受来说 还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的整个给你这种年轻的氛围 还是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所需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爱瑞泽EX 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一款车 像这个人们给你这一种年轻人的 一个人都不断 看每次人都不断 看来 看到你这种年轻人的 阅亚石 如仁 就也想用这种年轻人的 体面是说这种过程 事件呢 使用这种乎